现在小贺找对象只要求三点 第一要看身高必须160以上 因为小贺的身高是1米78 这样的话以后我们出去逛街 朋友看着或者是别人看着 然后也比较般配 二看性格必须爱说爱笑 因为咱家是做生意的 笑口常开才会和气生财 因为我感觉爱笑的人 都是心地善良的人 三看酒量 小贺未来的女朋友 坚决不能抽烟 但是必须能喝点小酒 因为小贺不抽烟也不喝酒 以后逢年过节 回家陪老爸喝酒的事 就交给你了 小贺能接受比我大的 年龄无所谓 只要两个人能过好 未来的生活就好了 你好 Jennifer 你好小伙 刚才我看你短片说 你好 你主要对象必须得会喝酒 咋回事呢 每年过年回家的时候 跟这老爸帮忙在一起吃饭 晚上就累一年了嘛 对不对 然后我爸能喝点酒 过年都喜欢调节点气氛嘛 对不对 然后我就是不能喝 就一说实话 也就是一瓶就是搞定了 然后就是说那女孩 只说她能喝一瓶 能喝半瓶酒也行 但是她绝对不能说 地酒不软 就是这个意思 就想跟老爸 就是过年大伙在一起 哪怕就喝半瓶酒喝一杯 咱们也有这种气氛 家里人最终的 为什么说一定就是说 就很在乎爸爸的感受 又回家要陪爸爸喝酒啊 然后呢说那个你看 总觉得陪爸爸喝酒 他这一点好像专门是为爸爸而提的 是不是 对啊对啊 感觉替爸爸考虑好周全啊 对就是 在我干那个店的时候 其实我也犹豫了一段时间吧 真的犹豫一段时间 因为毕竟老爸说实话吧 那个给儿子娶媳妇的钱 都给你拿出来干事业 挣点钱都不容易 我说你这把家里的钱都给我了 晚上之后一旦有点疯严 我说我还有弟 我说你们的身体年龄一点点也大了嘛 对不对 晚上之后在我就是刚回沈阳 头一天晚上我爸就跟我说了一句话 我爸就说而是你干你放弃 买卖肯定是有风险的 八十里的后盾赔了无所谓 只要咱们有那个想法带 你就不怕你就没有什么后悔 只要你去努力了 然后你就没有什么后悔的 你赔了无所谓八十里的后盾 咱们的钱赔了咱得挣你胖啥的 就是那一句话就是 看着我爸爸的那种付出 就是我爸平常在家玩歌 就是农村嘛 然后收粮嘛 收粮是那个粮 那个带着都是一百斤一袋 你知道吗 就是那个大挂的那种车 是三万斤一车 然后都是扛着带着 大家跳吧 往前往前面上 我回家的时候 我上不去 真上不去 一百斤一袋那个粮 你要你扛是肯定能扛到 我尝试过 我扛着频道 任何一个小伙子都能给扛到 我摇着牙子扛到 但是你放着你自己的鞋度的时候 然后你上着那个跳板 你根本就上不去 但是我爸就是 刚开始是顾着人 就是 就是顾几个人 那个人往上扛 然后给他们一年多少钱 为了减少一份那个人 我爸自己也跟着扛 然后 晚上回家的时候 脱衣服的时候 就是那个 肩的时候 全都是紫的 其实你们感觉我非常阳光 就是非常乐观 什么事都没有内涵那种感觉 但是在我 我为什么能这么努力 我就真的 就是想 我也不知道以后会 会 我发展到什么程度 但是小课肯定会 会一点 一步一步地去努力 就打动不了 一口气说了这么多 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 你看到了爸爸妈妈 为你做的这些 并且你知道感恩 你知道你现在 你要好好地 把你这一趟事做好了 然后回馈 让爸爸妈妈过得更好 很多人 就是他们看不到 爸爸妈妈 在为自己做那些事情 他们都觉得 习以为常了 并且就这样享受着 但是你看到了 可能爸爸妈妈听你在电视机前 听到你说这些的东西 你说这些感受 和这些故事的时候 他们会觉得特别欣慰 值得 为了儿子 一切都值得 看到场上 有8号 9号 两个姑娘的灯亮着 我要征求一下 你们的意见 8号龙岩 没问题 9号俊玲 每一件 掌声有请 8号龙岩 9号俊玲 有请 我趁着一周人没出来的时候 先问问他们两个 为什么喜欢小货什么吧 来 先说一下龙岩 龙岩好像从打你上场到现在 从来没有为任何一个小伙子 留过灯 对 我从来没留过灯 因为我就觉得 对一个人的感觉 非常的重要 我这个人是非常注重感觉的 当小贺儿一上场的时候 就是那一瞬间 我就有一种怦然心动 然后心脏 心跳 露了两拍的感觉 我就觉得就是他 来 晋玲 他讲他父母的这些事情的时候 我感觉他这个人就是孝心挺好的 他能现在这么孝敬他的父母 他以后也能够一样的孝敬我的父母 然后再有就是他自己开的这个 小火锅这个店 都是一个人在忙活 我感觉他自己就是 小火真的挺有张事的 他是肯干任干挺好的 好 先听了一下两个姑娘对你的看法 接下来我要问你 上场的时候选择的一周人 要不要把他请出来 别听下面瞎哄哄啊 他们是想看 所以让你请起来 你自己听你自己请 我今天是来找媳妇的 我感觉一个就够了 我也不请了 好 先问一个你最想问的问题吧 我就想问一个问题 就是现在我也是刚干店 也就不到半年 然后暂时在沈阳没有房子 然后我在店里住暂时 我不是没有那个想法 以后买房子 我现在在努力 就是为了以后能有一个很稳定的奖 我就想问你们就是 愿不愿意跟我 不管以后我成功了还是失败了 就即使我这次失败了 你们也愿意跟我一起去努力 一起去打拼 就是很简单 就是我现在就是这种状况 非常现实的状况 先问一下9号 房子的这个问题 我现在是没有太多的要求 只要就是说 我们以后有共同的努力 以后有这个目标就可以 好 其实我也是 因为虽然说我妈的三个要求吧 你可以跟小伙说一下 你妈的三个要求 我妈的三个要求 第一个是身高要180以下 第二个要一个没有贷款的房子 第三个要了解国学 第三个要了解国学 虽然我觉得我妈 这三个要求你 没有一个站的 但是 但是呢 我像种了 我只能说 你赢 我陪你均连天下 你输 我陪你东山再起 好 燕之姐 我想再说一个问题 就是现在我想确定好 因为我应该是比小伙大 我88年的 不知道你多大 我91的 你应该是29 对吧 我88年的 就是我感觉就是年龄啊 就是说 年龄这方面 加入我要求身高 比如说就他159 然后两个人就想法 就想一块堆了 就是那就是我也不会的话 永远不行的 最主要是看两个人的想法 我感觉未来是两个人 其实走的 因为以后的路还长 今年不管如果怎么得着相识 都是一个相识见面的机会 好 年龄那都不是问题 俊莲很坦诚 他一定要先说一下他这个年龄 这样的话不至于牵手之后说 年龄不对啊 或者年龄你会觉得挺惊讶的 这都是很坦诚的 都是沈阳的姑娘 而且他们刚才的表态都很坦诚 接下来你要做出你的选择了 五秒钟倒数计时 时间到了之后呢 你走到你喜欢的女孩对面 来五秒钟倒数计时 开始 5 4 3 2 1 5 2 9 9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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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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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姐姐 你会找到更好的属于你的那份幸福 我祝福我姐姐 你这海诚气缘咱们这边都挺近的 我有朋友游会跟你接受 好 谢谢 谢谢龙岩 谢谢 谢谢 怎么他去聊呢 告诉我们 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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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之前 述的一下应该是 一 二年年初的时候 这么长时间了 我感觉我一直想找一个 就是真正懂我了解 就是我的那个他吧 我真的挺相信就是全程热恋这个舞台 我也真的在全程热恋这个舞台上 找到了属于我的那个他 真的今天也挺激动的 越来越让我感叹了 样子有没有想过 什么叫缘分 缘分就像他们俩一样 他在于红 他在黄姑 然后你们两个在今天此时此刻 跑到长春 利用我们的舞台相识牵手 这就是一段缘分 来 掌声送给他们 祝你们的幸福